欢迎来到 前不久OPPO正式推出了ColorOS 11的操作系统 这一次它在命名上也是跟上了安卓11这样的一个更新的一个节奏 那么作为一个一直使用OPPO手机的用户 此前在ColorOS 7上我就已经非常满意那种使用的体验了 这一次早早升级到ColorOS 11之后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更加的流畅了 这个流畅不仅仅是在这个系统的运行速度 而且在UI以及过渡动画上也是非常的流畅 在如今这个高帧率屏幕不断普及的情况下 需要手机的系统进一步的流畅才能够发挥更极致的表现 ColorOS 11带来了一个防卡顿引擎 同时还有去年的量子动画引擎 这样带来了一个非常畅快的使用体验 系统会通过算法来提升CPU以及其他资源的利用率 让整个手机的运行更加的流畅 ColorOS 11在系统动画以及交互方面的过渡更加的自然 尤其是在设置将动画调整为柔和的情况下 每次开启应用的时候这个动画都会非常的流畅 从一个小的圆角举行 扩大到一个APP界面的大圆角举行的时候 非常的流畅 减少了开启时的这种突兀感 另一个想要重点提及的就是ColorOS 11的个性化设置了 这应该是我用过的个性化设置最多的一个操作系统了 从壁纸主题到图标和字体用户都可以自定义的来设置 更有趣的是ColorOS 11不仅支持了系统UI的自定义 还支持了壁纸 西平动画以及铃声的自定义 在西平动画上我们可以自己选择颜色和条纹 设计有自己个性化的这种西平显示内容 随手一画就可以出现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图案 而且在系统预设的动画方面 我们也可以几乎调整所有的设置 包括自己的颜色啊大小啊 甚至是字间距行间距都可以调节 那么在壁纸方面也不再是千篇一律了 我们可以导入我们自己喜欢的图片 然后开启灵感壁纸这个功能 这个和之前OPPO Watch的那个穿搭功能比较类似 系统呢会根据这张图片的一个颜色 自动设计出非常有艺术感的壁纸 Color S11支持对图标的形状 图标大小 内容大小 以及应用名称大小的调整 甚至可以对通知中心中的这些按钮进行调整 调整图标的形状 并且可以选择它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OPPO提供的这几种色系 其中这种冷调和热力都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呢 Color S11还开始支持了多级的暗色模式 有强烈中度和柔和三个模式 可以适合不同的一个使用场景 看起来眼睛会更加的舒适 而且在开启了暗色模式之后呢 你还可以调节这个壁纸和图标的这个亮度 而且还可以调低对比度 整体上与这个暗色的模式更加的适配 Color S11还带来了一个创作铃声的功能 这项设置呢我们可以看到 打开了之后呢是有一个坐标系 可以根据缓和或者激昂 简单或者丰富 快或者慢 这样几个维度来调整和创作自己的铃声 让每一个铃声都成为自己独一无二的这种铃声 更新之后呢 我最常用的一个功能是OPPO RELAX 在原本的这种白噪声的基础上呢 这次还加入了城市之声的功能 我们可以选择各国城市的代表音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将这种自然声进行自由的组合 在晚上休息的时候呢 这些音乐都是可以让我们身心更加放松的 很适合在睡前来聆听 Color S11还带来了全新的交互体验 首先是一个指纹塑起功能 在指纹解锁的时候 我们长按就可以开启自定义的功能 比如说将支付某的二维码 微信支付扫一扫等 这些我们常用的功能放在这里 如果我们进行支付啊 购买东西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 此前备受好评的闪达也做出了进一步的升级 在多任务窗口 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直接将应用拖到对应的按钮上 这一操作非常方便 单手就可以实现 可以切换成小窗或者迷移窗的形式 小窗模式呢是保留着交互功能的 就好像之前的那些什么单手模式一样 把它悬浮在上面可以进行操作 那么可以便捷的和其他应用进行交互 比如说你在查看照片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拖到微信中发送出去了 那么迷你窗呢仅仅是有一个查看的功能 非常适合 比如说将地图啊 或者打车软件放在这里 方便查看 Breno也迎来了一个次重大的升级 ColorOS 11的Breno被集成在了侧边栏 想调用的时候非常方便 并且Breno也不仅仅可以识别文字和图片了 目前可以识别短视频的背景音乐 商品的优惠券 讨口令 同款比价 美食影视等等信息 并且支持直接跳转到相应的应用页面 ColorOS 11带来的另一个非常大的升级呢 就是支持了整机的云备份 即使你的手机损坏或者丢失了 也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回手机中的数据 尤其是这一次微信的数据也支持了云备份 现在大家使用微信时间比较长的话 都知道它的一个数据备份 以及数据传输的功能可以说是非常难用的 尤其是在我们更换手机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麻烦 那么ColorOS 11带来的整机云备份 可以将微信的数据也上传到云端 恢复数据或者传输数据的时候 都会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之前也有不少网友调侃 这是在教微信做产品的 也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手机品牌 跟进这一功能 毕竟如果想指望微信是指望不上了 基于安卓11的底层升级 ColorOS 11在安全性 隐私性方面也做出了优化 ColorOS 11增加了仅本次允许这样的选项 只有我们让应用获得信息的时候 它才能获取 并且OPPO在此前的版本中 已经加入了很多针对保护个人隐私的设计 比如在APP申请访问 联系人通关记录等等敏感信息的时候 可以返回一个空信息 尽可能的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 ColorOS 11还支持在应用长期未启动的情况下 自动收回应用权限 从而保护我们的数据安全 升级到ColorOS 11之后 整个系统可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 整体上这个系统延续了OPPO一贯的UI风格 使用起来非常的熟悉 而从底层的系统用化到丰富的个性化设置 都是在ColorOS 7的基础上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使用体验 毫不夸张的说ColorOS 11应该是目前在整体设计上最为成熟 也最好用的手机系统之一了 这种本身已经做到了极致 又给了用户非常丰富的自定义权限的设计 给足了我们选择权 它不仅仅明白我们需要什么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去寻找我们想要什么 所以在ColorOS 11开放更新了之后 我是非常推荐可以升级的朋友尽早升级体验一下的 好了以上就是针对于ColorOS 11的升级 跟大家做的一个小小的分享 毕竟摆文不如一键 有条件的朋友还是希望可以升级到ColorOS 11来实际体验一下 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用的一个安卓操作系统到底表现怎么样 我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了希望各位观众老爷能够抽出一点点的时间 给我们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新鲜有趣的数码资讯 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